缓缓升起 轻松操控 自由地到达任何施工地方 这是由王老板引进的高空作业车 在当时公安事件平传的时代下 经过日本友人的推荐 王老板实地考察 发现这高空作业车 不仅拥有更宽敞安全的空间 更能改善阴架所造成的施工不变 过去在台湾的施工现场都是用阴架 但是只要用阴架之后 很多工作都只能一项一项来 那么使用了高空作业车之后 可以同时多项的工作 同时在进行 可以收短很多工时 可以速度很快又安全 少了阴架的阻碍 各项施工人员都可同步进行 加速工程的进度 简易便利的操作也增添了安全性 你人不用攀爬 你只有用手去操控 可以让你很贴近你施工的地方 所以工作起来会很轻松 速度会很快 品质会很好 都不会占用到其他工 也不用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 去帮你做任何的事情 为了配合不同的施工场域 他们也提供相对应的高空作业车 因地制宜达到事半功倍 主要大分是这三类 比较经济型的就是剪刀式的 主要是电动的 它在原地之上之下 当然它也可以移动 然后另外一类型呢 履带式的弦壁式 它是用履带行走 那么再来就是弦壁式的 弦壁式的呢 这个大部分 大部分是用在户外 从这个十米十二米 一直到三四十米 机器所带来的便利不言而喻 为了有效长期的使用 对于机械的定期保养 便不能忽视 卫生安全法里面这样规定 GG我们要出气之前 我们一定要做好各项检查 到了工地之后 我们会给予现场操作人一个简单的 或者是基本的每一天上工前的检查 用一种表格式的一项一项检查 所以我们这些维修人员 每天就是在工地在工厂 就是要能够让GG安全正常的操作 对王老板来说 兼具厂内人员和客户使用时的安全性 是首要要求 因此所有机器都有两至三道保护措施 他们也会严格把关品质 不断地去电池跟油去保持这个机器的品质 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人员的保养素质 那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呢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电池和油类 另外一个就是操控系统 能够保持它一个正常的使用状况 机器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解决问题 当然高空坐业车也不例外 除了为施工环境带来一般优势外 其实在王老板心中 更希望能借此颠覆一般人 对工程人员的刻板印象 改变社会氛围 让工程人员你可以穿得很干净 你不用很辛苦地去攀爬 可以直接打打工地 很迅速地把这些做好 如果这样可以让更多素质更好的工程人员 投入这个产业 如果可以有这么一点贡献 我就觉得说 对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小到个体户大致上市公司 王老板的客户来自各个角落 各种行业别 但对王老板来说 尚有好一段路要走 到目前为止 我只要开车子一出去 都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还应该用这个而没有用这个 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 对我来讲 建立一个完善的服务旅序 自然而然很多的行业 他们很愿意去使用这个东西 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和您一起